大家好 現在是2019年9月2日 開學日星期一 等下12點半 要接我女兒放學 做爸爸的時候很想接她放學 現在要很綠色 希望大家用我的藍色 黃色 什麼都好 混購一起 而且業主放舖的時候 記得找我們很努力地買舖 很努力地玩價 我們總之有一個很新的買舖策略不斷出價 直接找我 9036 1143 給你口價 這裡市場賣了一億三千萬 信報說 我查不到資料 我不敢肯定 但這裡是71 中原和美聯物業 地址是荃灣楊屋道 118 號 立方基座的地坡 上面是一樓 這裡是靈良堂 這裡是楊屋道比較低 對面是工業大廈 在荃灣市中心是向那邊走的 那裡的餘心廣場也好 讓市中心向那邊 就是這個位置 說了兩句 現在坐在餐廳的時候 這個門敷大概向著楊屋道 82 尺 深的時候大概40 尺 傳了 波叔馬又放在不知見還是藝樓 有人說99%堅 有人說100%堅 有人說怎樣的 總之傳了 很多時候 單單東西比較大 都說傳在波叔廳 現在很多時候都不是 只有一個資質 這件事的時候 發展商是南風的 樓高這個時候是38層 到合共440塊 還是怎樣查出資料 我告訴你們 樓上的時候 建築面積計 每尺都是11000到14000左右 樓下是13000左右便宜 楊屋道這段的時候 都比較近這個工廠區 近這五年都沒有成交 雖然很難跟你說到一個比較 但我的感覺 市房差不多正常的時候 沒有一間店舖3000萬左右 OK 差不多價格了 好 看完結束了 現在就趕快走 好 看完結束了 現在就趕快走 先說消息 就是118號 我還未確認到 就是這個地下連這個一樓基座 地下建築面積4492呎 一樓的時候是5088呎 哇 這個地鋪和樓上的住宅 樓上住宅 你看看 建築面積計 也在說11000至13000呎 但是下面地鋪和下面地鋪 差不多一模一樣 下面地鋪建築面積是1.36萬一呎 成交價就是剛成嬌價 就說要比較高一點的1.8億 後來減價就減5800萬下回來的時候 現在就租了給地產代理71 樓上寧侶房 合共租金的時候就40萬回報3.7厘 原業主這裡寫就是說 本來是這個內地客 就07年的時候 拆資就是4600萬買入 遲貨12年左右的時候 帳門就賺了1.8倍 算是不錯 這個位置的時候 這個位置你會看到比較清楚 再影響到整棟大廈 這個感覺呢 我覺得這個位置大概是一個六分位 為什麼六分位呢 你看一下 這個71檔拆出來3千萬 中原拆出來3千萬 美聯拆出來3千萬的時候 9千萬 再加上樓上的時候 可能樓上值4千萬 所以加起來的時候 1.3億 大概呢 市房好一點的時候 拆出來買 至於新樓的時候 風火水店每樣都齊的時候 OK的 我覺得這個感覺 是一個 不要不要錄了 5.5分 5.5分 即是一個市價好些少 因為小銀壓大 最重要市場氣氛差點 但是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拆了些少 如果去荃灣那邊的方向的時候 那邊就會漂亮很多 但是這個位置就OK的 少許新樓在樓下這裡 這裡大概知道了 你都有資訊 私傳 我還未確認得到 但信譜報得出來 就讓你知道 這裡的位置 好 反正在這裡 立方這個位置的時候 帶你一轉 這裡是立方 陽屋到這裡 不是全立方 全立方那裡就是一個湯牆 那裡就是蝕到金 就蝕到七八九成 尾了九成 不過就蝕到七八成 這個就是靈良堂 那個的入口位 上面就是那個園櫃 再過來 這一邊就是七十一個位置 這個七十一位 再走 這邊就是這個中原 再過就是這個美聯 稍微影影入面的樣子 影影入面的樣子 好 這裡就是一條通往 一樓的二十四小時通道 我帶你進去 下一轉一起走上去 好 上到這裡了 向這邊看 這就是靈良堂的位置 這裡 這邊 走過來一點點 這裡已經有變了 看在一邊 進不去 開了門 居賣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